三 二 一 請揮拍 市區長林金正 市議員參選人洪森友 吳化家等貴賓齊聚一堂 共同祝福讓基勇更好 而這個祈勇典禮也是青少年網球賽的開幕儀式 相關的體育設施改善 獲得選手跟家長們的高度認同 加油 加油 以後當國際選手不要往前進 好啊 謝謝 謝謝 謝謝你們 以前因為潮濕容易生胎 所以也容易會滑倒 那在這次的一個工程裡面呢 我們大概把這些缺失跟過去我們的民眾使用的時候所反應的意見 我們在這次的工程裡面 全部把它做了一個改善 我剛剛來的時候呢 也特別到廁所去看過 那這一次廁所也把它做了一個處理 在之前也做了處理 那所以現在的廁所也變得非常的明亮通風 不錯 怎麼說呢 還蠻乾淨的 整個網球場還有後面籃球場的鋪面改善工程 那在市政府努力的這樣的工程之下 我們看到今天正式的落成啟用 那對我來講 我覺得蠻高興的 就代表著我們過去 我們為金融市民又完成了一件事情 讓金融市民的運動的地方 有一個更好的場合 那旁邊其實整個他們的看台的部分 也有重新再重新改建 還有廁所的部分也都改建 讓市民朋友在這邊運動的時候不會覺得很辛苦 首先呢 要感謝教育處 教育處有關注在網球這項運動 那我跟張志豪議員呢 也一起協助教育處來促成這間網球跟籃球場 重新鋪設的一些施工 那這次的施工 主要是它的場地 還有它的場面 還有它的休息的地方 以及遮雨的地方 都重新整個大改建 那現在呢 應該是我們北北基最好的一個網球場地 而長期打網球的金融市副市長林永發也呼籲 大家要多多來運動 保持運動的好習慣 可以增強身體的抵抗力 也可以讓小朋友從小就有好勢力 一個好的場地 對運動的選手來講 或是在這邊打球的 它的安全性也會提高 那在各方面 視野各方面 還有事實上大家一起來運動的 包括有看台區 那也可以有跟親子的互動等等 是一個非常好的 我們今天就可以看到有很多小 基隆我們很多小朋友 現在就 欸 小學 甚至小學之前就開始打網球 這個風氣非常興盛 那我們希望把這個從小就培養打球的興趣 然後訓練出我們好的選手 非常感謝市政府 在去年就已經把籃球場整修好了 那今年呢 更是把我們服務中心的屋頂防漏已經做好 而且呢 在這個網球場跟籃球場上方的溜冰場 那現在正逢暑假期間 也歡迎我們家長帶著我們小朋友 可以一起來溜冰 打網球 或是打籃球 尤其到戶外 像打網球 在這種空曠的地方運動 然後大家可以把3C產品放在一邊 然後在大自然底下 不管你是運動 流汗 或是看大自然 我想對眼睛都是很好的 記者黃日生 基隆報道